Hello, 大家好, 大家好 現在是11點, 今天跟大家做了一些Live 你看到我穿了一件TRX的衣服 這是一個非常, 非常 Life changing 的衣服 其實我當初也有一天是初生 其實我今天為什麼要分享TRX的分享給大家的Live 因為現在大家都可以吹奏運動 現在很多朋友會問我 Henry, 你又教TRX? 你搞什麼? 為什麼TRX對我來說這麼重要呢? 其實TRX對你們都非常重要 那就跟大家分享少少TRX的故事 其實當初我也不是TRX 不過一個很短的時間 我就把我整個Life放進去 整個人跳進去 我就分享我的故事給大家 當然如果大家有些時間去拿杯咖啡 我可以分享我的故事 多謝大家的朋友在座收看 你可以分享給朋友 因為都有些很重要的分享給大家 本來我是網球運動員 打世界賽, 各人各人各人 我的背景是澳洲、美國 我們的Life一直都有很重的訓練 對也好, 錯也好 很多適合的路 很多行錯的路 不要緊 有時候錯的路 才可以知道你的對路是怎樣 我們會發覺不只是舉重 才能幫助你的運動 不過不斷去尋找答案 當然 外國, 尤其是美國 我十八歲的時候 我喜歡去到美國 我十八歲的時候 了解到別人 什麼叫做系統式訓練 Systematic Training 和Progressive 當然澳洲也很厲害 但我很幸運 我小時候跟著美國過去 不過澳洲還是沒有美國那麼厲害 始終 因為TRX是在美國研發出來的 是Randy Hedrick這個專家 他發明出來 他本來是當兵的 他本來是當兵的 他本來想想一個辦法 怎樣可以幫到他的兵士 去保持訓練 因為有時候他們做軍人 要留在地面很長時間 或者在地面很長時間 他沒有健身 他很聰明 他做了兩條strap 發明了他自己的第一條 圈著一些東西 圈著一個勾 然後做一些運動 那時候也不是很固定的 最後他不再當兵了 他去了Stanford讀 Business School 他把這個想法 發揮更大了 加上他也有很多 他的隊員 名字今天就不夠時間提了 他有很多朋友 我也去探望他們 很多人都會飛過來 其實我是去那裏學的 我一定要去那裏學的 因為不僅僅你學的東西 你要去那裏學 因為不僅僅你學的東西 你要學文化 很重要的 所以我等一下會跟大家說 記住 每一位在座的朋友 如果你真的了解TRX的 你一定要三樣東西 一 他一定是用TRX的正確 不是翻版的 一定是用TRX的 第二樣東西 就是你的Trainer 一定要是TRX的Certified 第一個Course 最少都是 就是STC 第三樣東西 就是 如果你是教練 你想去考TRX 我建議大家一定要跟上TRX的 Official Distributor去學 如果他不是 如果你想上個Course 貪便宜 其實是你騙自己的 為什麼呢 其實這件事差很遠 有些可以自己創去自己的 所謂的Suspension Training 我不管他什麼 License 就好 其實Original TRX 是從TRX 這個我可以很大聲地說 因為這個不關我事 不過也是關我事 我說不關我事 為什麼呢 因為不是我去教 但是始終都關我事 因為我也覺得 我是Part of 我們TRX的Family 世界 所以我都要 我們每一個 Loyalty 會跟足 這個東西 我們會認識 另一件事 就分享給大家 例如 你現在 每一個人都想健康 健康 你的人是要Life Fit 人生的動作 各樣各樣 不是說 你去到gym 是坐一部機 舉一部機 就是可以 準備到你日常生活的 那些Activities 我們說一次 我們是很喜歡 其他Yoga Piladis 健美 Bodybuilding 我們全部都很正的 我們不是說別人不好 我們都是很尊重的 我們只是說 如果你真的想 for life fitness 想人健康一些 functional training 功能性訓練 這個分享 你一定要留意聽 OK 就是 functional training 全部 待會我解釋 在我後面這些動作 你日常生活都會是見老的 OK 你都會是見老的 那我當然今天是很輕的拉過 我們有很多不同的variation 當然 單腳 雙腳 wide base narrow base 馬步大些 細些 你會不跳 你會跳 你會各樣各樣 你的人生會有這些動作出現 OK 你會 稍後再說 就是你會見到很多不同的variation 用這條這麼簡單的TRX帶 你就可以做到很多運動出來 其實呢 我怎麼開始呢 當初呢 我是寫了一個fitness program 給某一個gym 我不說名字 但是呢 去獅子頭的 OK 現在已經結束了 那本來呢 我是寫了一個program 去跟他們合作的 是我寫的 OK 那一向呢 我都是有我寫的習慣的 OK 很可惜呢 那時候呢 我就不想太多了 我只是想做好的quality 我是很quality 我就會給了這個gym 我打算跟他們合作 是我教的 OK 那最後呢 可能他們會合作 就請了一個叫做 Marco Chang的球員 很聰明的運動員 那當然是Marco 他們叫他來教我的program 那這個就上了去網上的了 大家都可以找回來 在哪裡教 我免得說了 但這個point不是去 執行這件事 而是告訴你們 我怎麼開始 我寫了program 是幫這個gym去吸收一些 非會員 他們做個free member session 給一些non-members OK 那希望呢 他們上完這個program之後呢 就可以加入membership 這些是正常的gym的事情 那我的角色就是 教他們 但那時候我也沒有想太多 我打算寫個好program 去教人 分享 我打算學習的 那時候已經開始我的寫東西 和分享教人的各種各種各種 那時候我代表澳洲 正在教網球教練 在香港 只是呢 我是那個gym的member 所以我看到這個poster 之前有一個排球教練教的東西 我就想說 我也是網球啊 那不如我做一個給你 想要免費的 寫個program給你 但想不到 我的program被人拿了 那時候呢 我就會有點不開心了 但不要緊 我就 somehow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上天踢一踢我一腳 就叫我 傳這件事給澳洲 我就真的傳了給澳洲 那澳洲就馬上打電話來 說ATPCA就說 可不可以將這件事 變成一個 或者再發展成一個 幫到網球教練的東西 那我當然沒問題了 給我一點時間 那你慢慢學 那我就不停去做 那我們當初的 第一級的網球教練 的體能訓練牌 就幫了 OK 但當我 我還記得那時候 我還沒玩偶的 我還住在南田 我舅舅那裡 我就看著街燈 在那時候看著街燈 我想一下 有什麼辦法 可以幫到 香港的網球教練 在球場上做健身 那時候 我是想不到 怎樣可以幫到 他們整塊鐵 帶到球場 是不可能的 太重 浪費時間 那怎麼可以 客人跟著教練 去做健身 那又不可能 他們濕透了 又要坐車 又你知道香港要塞車 所以有什麼辦法 可以把某一件事 可以擺在球場 做到籤 不知道 但我按一按 YouTube 這個就可以了 那時候 我是很冷 蓋著皮 但是最後 都很熱 因為我已經想到這個想法 那由那時候開始 我就知道 這個 是可以的 不需要看很久 那時候我看到 TRX的黃色和黑色帶 非常重要 那時候 我是 Adidas 的隊 我記得 那時候 我剛剛贏了 Champions Club 我就開始做教練 我覺得是Adidas Team 那等一下你會知道 為什麼我會 轉到Anama 那我就 好了 那我就知道 這件事可以了 我就要把這件事 放進去 幫 網球教練 在我們的課程上 LV1和LV2 總之要在裡面 那 第一件事 我才是TRX的 但是如果我不是TRX 我怎麼去教人TRX呢 不只是我要是第一個Course的TRX 我看到它其實有七個Course 的TRX 那變成了 以我的power去做 我會跟自己說 我要考完它 我不會說要考一點點的 我需要分享給各位朋友 以及做網球教練的朋友 不知道有幾個人在看 就是 如果你真的學東西的 就不停去 我學了它 或者 我學了一點點 我是學了它的 整件事我做了它 之後 我會後來 大家都知道 我現在的發展是 變成自己的東西 因為我已經吸收了很多 其實有些其他 我現在都還未拿出來用的 變成 你會發覺到很多東西 越學越多 就看到很多東西 可以隨時去 變得更好 去幫助更多人 最後 好了 我知道來源是在美國的 那時候 我就去考 其實我一下機 考完之後 學完之後 那天 我記得是 五點鐘 在美國時間 我立刻要上機 由L.A.去San Francisco 因為明天 就是第二個Course 第二個Course 叫做RTC 我解釋的是什麼 是連續考兩個 上了兩個 之後 我就好一點 然後 最後回來 那時候 我可以給大家看 那時候 我也是在教華人書院的學生 那時候 就馬上整場 都在TRX 因為那時候 我買了 我是先付出 各位朋友 如果你想學習 你要先付出 我買了很多條TRX 我馬上放在球場 然後 我們就 就 練習我學了的東西 馬上回來 馬上做 最後 做到誇張得 香港的代理 批評者 都覺得奇怪 這個人搞什麼 就是我 你幹什麼 你搞什麼 那時候 我有一段影片 放了上Youtube 是誇張得 他會覺得 有點尷尬 其實沒有 我是想分享 當然 在香港社會 你會覺得 一個人純粹分享 那段時間 是不是真的 只是分享 你當然有網上的東西 其實我是沒有的 我是想學好的 分享給別人 試一下 行不行 其實 整件事很棒 最後 他會覺得 代理覺得 這麼奇怪的人 後來 我就會跟他聊 後來 他就很好 我就在座 多謝 OPS 香港的 Official TRX 批評者 後來 他們就做了我的贊助 最後 我就繼續幫他們 你們看到 我一直都 現在我都穿著衣服 我都會跟他們 spread the message 都會知道 給大家知道 如果你真的想上 TRX的 course 只是跟 OPS上 因為 OPS暫時 現在是 TRX的批評者 其他 I'm sorry 你其實 如果真的要上 你要跟TRX的 Approve 的 Distributor 那當然不是我教 我是教 其他 我出cert 就不是我出cert 如果你說 網球教練牌 的教練課程 我們feature 某些東西 TRX 就是我教的 分清楚的東西 就要確認 你那個責任 我們會交回 TRX的master trainer OK 再繼續說下去 你就會知道 我 那個 位置在哪 我畫得很清楚 我們會分享一點點 TRX是什麼 剩下的部分 我們會 第一件事 會教 就是 平板支撐 OK 這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就是 我們會在地下 你的手 支持 人 是整個直線的 OK 為什麼平板支撐 是這麼重要的呢 這個是 Anti Rotation的動作 整個人是實實正正的 OK 當然 如果 你可以 hold到 1分鐘 2分鐘 3分鐘 是非常好 不過其實 我們的methodology 都叫大家 做一個6秒的Plank 其實已經很足夠了 6秒實實正正的 就夠了 如果做得好 有quality 就已經很好了 不是more is better 是good is better Plank 是我們的第一個動作 所以 我們未學 做任何TRX的動作 第一件事 就要教一個Plank 你看到我沒有畫 任何藍色線 藍色就是代表TRX 我現在畫一條線 當然 這個人會升高 當然 但是手會在下面 才會教他們 如何上TRX 非常重要 學了不上 先上 當你學了平板支撐之後 不動 之後你們會有兩個動作 產生出來 一個叫做拉 一個叫做推 就是一個Push 和一個Pull 我畫個箭咀 給大家 這個位置 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你要保持平板支撐 去做Push and Pull Pull當然是給背肌 Push 就是給胸 大家要記住 這件事是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如果Push and Pull 你沒有平板支撐 其實你已經是錯了 背部已經不漂亮了 就會很容易受傷 所以變成 你要很清楚 在做TRX的時候 你一定要整理清楚 平板支撐 還有做TRX 一個很金的系列 不代表一定要fancy 是要基本實正和漂亮的動作 另一件事 就是當你學了Push and Pull 之後呢 你就會學一個叫做Squat 我們叫做深樽 你看到呢 我們呢 手會拿著TRX 不過這隻手就不是拿緊的 是很放鬆 是釣著的 因為你始終的Squat 也是一個腳的動作 還有呢 當你上到頂 上到頂的時候呢 人呢 也是直的 OK 我畫一條藍色線 然後呢 是這樣 另一個動作呢 就是前後腳 叫做公步 Lunch 不是Lunch 是Lunch OK 當然你見到這位朋友 拿著他的手 當然他可以跳著一隻腳 也可以這樣做 但是當你用拼著雙手 就是找腳 開著 也是TRX的動作之一 你見到人 會有很多這種動作 單腳伸 шего蝸 可以躲進去拍摄 然後可能會做鑽 要學了五次用尋常才行 這是一個招動動作 如果有個叫Rip trainer 一個的雙棍 平時剛才看見我練過那大棍 有一個人見過我的弯 便劇一聲YES給我 那就是一個非常重要的動作 其實與你留意這位朋友 他會在做一個LUNGE 而且它在做一個Plank 然後它會Rotate 它的手是Push and Pull的 一隻手Push,一隻手Pull 剛才我推出了一段影片 今晚我們有教我們TRX Group 你會看到一隻手Push,一隻手Pull 但下面是做Lunch 所以是一個Combination 最後就是Hinge Hinge是什麼動作呢? 有很多朋友看到一個Hinge 我們會做一個Hinge的動作 Hinge的動作是不是用手的 是用腰去頂出來的 人生有很多動作都會用腰去頂 有很多我不在這裡說 不過做一個好的Hinge 雙腳是不應該Bend很多的 如果雙腳Bend很多 就變成你不是在做Hinge 你們在做Squad 所以大家要小心 因為你在做Hinge 你不是做Squad 分得很清楚 雙腳是不應該Bend那麼多的 所以變成這個位置 我就很興奮了 為什麼呢? 你要分清楚這幾個Foundational movements 是會影響大家學習T-RX 所以我再次提醒大家 你跟你的T-RX Trainer 真的要確定是一個T-RX approved的Trainer 他正在用T-RX approved的Equipment 而且是上課程 非常重要 這個非常重要 為什麼呢? 因為去Pick up on你的Movements 應該已經解釋了 還有記住 T-RX你不需要玩得很Fancy 你不是一個Circuit Show 你是在練你的Core Movement 你是要練到Effect效果 不是誰做得最漂亮的Exercise 這個非常重要 我只是告訴大家 好了 讓我給大家解釋一下 這個Rating 大家可以看到 平常我都會叫我自己做A.G.T.C.和FORCE 因為我都非常好 proud 還有呢 這兩個Course 是稍後你會知道多重要 STC 就是Suspension Training Trainer Course 是一個基本Course 可以這樣說 很多方法說 但我會這樣說 你入門教一個人 怎樣用T-RX 你教你的學生怎樣用 以及你懂怎樣用 G.T.C.就是G.Group 就是你如何教一班人用 RTC 就是你如何用RT-Rotation RT-Rot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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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MSTC 就是Sports Medicine Suspension Training Course 這個我是非常非常喜歡的 令到我那天一上完堂 我立刻要睡一個Nap 為什麼呢 它是教你如何把一個客人 去rehab用 RT-RX 因為例如 他剛剛弄傷了你的腳 如何強化 他用手 即是某一個動作 他用手 去輔助他 如何去訓練 他的力 RT-RX 可以有一個很好的 rehab equipment 這個Course 是教我們如何幫人 rehab 由Injured 回到Normal 不是由Normal 變成Stronger 因為平時我們都會想 Normal 變成Stronger 我們要將一些 Injured 回到Normal 非常重要 FTC 很智慧 將那些 戰繩 Balls Medicine Balls 還有那些 Ladder 各樣其他 Equipment 以及TRX 以及那些棍子 放在一起 如何去一起訓練 這個我經常都會做 因為功能訓練 不只是TRX 有很多其他 Equipment 所以 FTC 教了我們這個 好了 AGTC 就是我們 Advanced Group Trainer Certified 這個 令到我 很印象深刻 因為我跟了一個很厲害的 Trainer 以及 這個 我飛過去的時候 是Invitation 以及 是有機會Fail 因為他會給我 Grading 這個 最後 我 因為我要訓練 全部的動作 要全部 教出來 那時候 我也是在做 學生去陪 幫助我們 學生 其他同學做 因為他做老師 我做學生 我做老師 他做學生 那時候也很累 但最後 最後 TRX FORCE 是Level 3 當然是AGTC FORCE 就是他們 教你們 如何在military 他們用的 方法 如何把動作 變難 變容易 以及如何在 他們那時候 真的在military 用 這個課程 你猜不到 我在美國 找不到 我那時候上不到 我很想上不到 但我在澳洲 找到一個opening 馬上飛過去 所以 這個就是一個很 很 nice completion 我學TRX的 東西 就是我 你看到 這個有七個牌 這個有七個 對 所以 我擁有七個 我也不知道 有幾個 訓練員 有七個 應該不是很多 因為這兩個 課程 也不是很容易 找到 所以 我是很幸運 做到這件事 為什麼 我可以 做到這個 是真的 很幸運 我不停去搜尋 我當晚真的搜尋到 但這個 不是經常開的 然後 我就 把這件事 我的knowledge 放在 我們 當初 或想放在 網球教練的牌子裡 當然 是有餘 我上了這麼多 之後 足夠有餘 去教他們 告訴他們 有這件事存在 如果他們想上 我都會 referred他們 他們是OPS 我們Official TRX 的licensing 的body 這個當然 再多謝 OPS 他們非常好的 非常supportive 然後 我就繼續做 我崗位 的事情 我會 教我們的網球教練 但 我就上了這麼多 我上了這麼多 很幸運地 開了另一間公司 去fitness 那邊 因為我 不停 online sharing 各樣各樣 有一次 我們很開心 看到 Under Armour 那些 團隊的 市場 有一個機會 我就可以做了 Ambassador 因為那時候 很幸運 他們在看 這個 我就 做了 Under Armour 的Ambassador 當然 Derek哥是第一個 我是第二個 很幸運 我們就 match on very nicely 我們就 good friends 我們拍攝的 Event 一直都是 非常成功的 我們幫到很多人 這就令到我 很幸運 為什麼我上了這麼多 TRX 在美國 Under Armour 和TRX 是一名的 是一名的 所以 各位的朋友 你真的不知道 如果你做訓練 你真的不知道 你什麼時候 會有些 Doors open 如果你那時候 才去上 This is going to be too late 但如果你 Wall prepare 你可以 有些 opportunity 但當然 我那個過程 也都不是舒服的 我付出了很多 我金錢 時間 effort 很多 總之很多 你會明白 整件事 不過 我要拿到 這七個 我結果 從第一天 我跟自己說 我要拿到這七個 我是真的 拿到這七個 否則 你不如不要拿 你一個也不要 不要浪費時間 為什麼呢 另一個 standpoint 就是 如果你不是真的專家 你就不要去亂敢教人 這就是我個人的看法 如果我是真的去教人 我真的要確定 我經過了 I know 所以 我都很proud 今天跟大家分享 少少個 Story 關於這件事 大家要記住 TRX 是有很多 聰明的 Course 每一個Course 會教我們 某個 takeaway 有幾個東西 去幫助我們 去幫助客人 STC 是非常非常好 入門 但幫助我們 了解這七個動作 OK 還有另一件事 想說 就是 Group 教你如何 一隻眼 一對眼 去看好 那麼多人 當然 AGTC 更加多 AGTC 差不多50 然後 RTC 教你如何 用棍子去rotate 我跟大家分享了 那次 我會分享一段影片 給你們看 如果你們真的看回 Slow Motion 那天 我跟他們練習的時候 那個棍子 是有一個人 是有一隻假腳的 他有一隻假腳 是站在我旁邊 去上演這個Course 那他以前是一個 Soldier 來的 他是去打仗的 沒有了一隻腳 他都來上Course 那後 當然 他站得不穩 但是他都想 那一次他就差不多跌 我們打算扶一扶 他說 不用你扶 我自己搞定 那他這種精神 我們是可以去學習的 因為 他這樣 他都 keep positive 繼續 learning 那這個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他就是 keep positive 他沒有想自己的 situation 他就是想他要做些什麼 他繼續去做 那 SM STC 那天 我們有一個很聰明 一班很聰明的人 那我們有一個 他上課 他更聰明 他更聰明 那其實我不要害怕 因為 他們是外國人 我跟中文說 其實他們是很重要的 他們都不會明白 他就很聰明 他們會用一些很聰明的方法 去 去 present他們的 answers 出來 因為我們有group discussion 所以另一件事 和大家分享 就是 如果你們學習的時候 要多些sharing 多些出聲 而我們的culture 我經常 observe到 各位朋友 是不喜歡出聲 他們都很shy 怕說錯話 但是 throughsharing 你才學得更多 那天我看到他們的發揮 我是要很快去吸收到 他們學的東西 因為那時候 那間房間裡面 是很多很deep physio的人 我不是physio 我要很快去shut my mouth and listen 我要不出聲 聽別人說話 有時候 不要常常常說話 要聽別人說話 所以那個session 我真的得英良多 因為那間房間裡面 是很多 背景很deep physio trainers 他們說他們如何 rehab 我那天學了很多 FTC 當然是說很多 不同的equipment 放在一起 還有另一件事 就是牽涉到什麼 就是我們的programming 各位朋友 當你做trx的時候 你要很留意一下 你上個class的時候 是做什麼programming 不是說 你一些動作放在一起 就是一個class 是有沒有planning 那些動作怎樣擺 之後的round是怎樣做 Usually我們都希望 你是在用HIT HIT HIT就是叫做 H-I-I-T 就叫做 High Intensity Interval Training 就是說 你那段時間 你可以爆到最厲害的intensity出來 然後休息 再爆到休息 再爆到休息 其實你那個afterburn的效果 是更厲害的 就是說如果你想減肥 千萬不要做長跑 最好就是做H-I-I-T 是proven了 那個fat loss 是after你的session 你的人都還在運動 這個是已經science 去proven的東西 所以如果你真的做trx 你應該會拍到H-I-I-T 的programming去做 而你那幾round 一個round 第二個round 是難過第一個round 不過你應該可以 隨時回到第一個round 的東西 你明白嗎 之後越來越緊 不過隨時都可以回到之前的東西 因為他們每一個動作 你都很容易明白 是一個progression 我們用progression 這個字 少許解釋給大家 你就會明白到 That's why Henry平時教trx 是這樣的plan 跟大家說 因為我吸收了 某些knowledge 我們的trx 訓練 跟我們的underarmor 的protocol 是差不多 很相似的 因為我們 underarmor 的system 都是要跟進一種 的 不過都很相似 跟H-I-T一樣 OK 當然 多謝我們的 我們的 H-I-T trainer DAN 因為DAN 以前是TRX 他現在去做underarmor 所以變得很相似的東西 但Fitness那邊 大家應該很了解 H-I-T的 benefit 不要只是去跑 長跑 你不停去撞 你的膝頭 大家記住 如果真的要長跑 是要 穿跑鞋 和鞋 穿鞋 OK 有悶 長跑悶 所以 你要聽音樂 音樂 都OK 但H-I-T是最好效果的 OK 那 今天呢 就分享了少少 都很多 再次提醒大家 你想 這個叫 Suspension Training OK TRX 是一種 Suspension Training 吊著在這裡 你要記住 你是要 訓練你的plank 訓練得非常好 令到你的背部 不要痛 你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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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背部 痛 臂部要夾緊 令到你整個事很硬 你的plank 跟你的plank 做得很好 變成是很 functional training 即我們日常生活 你會看到的動作 就是plank push and pull squat lunch rotate 和hinge 這些全都是Live 你所看到的 今天的分享 就給大家了 所以 你會明白 我為甚麼 我是好TRX 很多健康的健康都會很加入TRX 你看到全部的健康都會有TRX 但是如果你用的時候 就很小心怎樣用 如果你看到一些不是TRX的TRX 我建議大家就小心一點 因為我們很注重安全 千萬不要用其他不是TRX的東西 當然你用最好的項目 所以這是我個人建議給大家 這不只是我喜歡TRX的問題 而是一個安全的問題 大家非常好去看這個分享 TRX是給大家人生的健康 大家人生的健康 當然你的健康健康都可以做到 另外另一件事就是TRX是一個很好的打底 這個basic foundation打得好 你做健身的其他動作都會很實正的 因為你的call開始 你可以做其他健身的動作 都會有很多效果的 so it's good 你做完整個完整的計劃 跟很多其他的練習 所以就在座就解釋給大家 Benefit of TRX 希望大家去用少時間 去了解怎樣幫到你 我呢就星期三呢 七至八會教TRX 星期四呢 七點半至九點都會教TRX 歡迎大家去Join 如果你有興趣 試一下我們的TRX 其實你會覺得是金的 不過你長期做呢 你還越來越覺得 沒有那麼金 還有呢 我會繼續加進去的 所以變成呢 這個program 是應該六至八個月去改的 看 因為為什麼呢 你的人 adapt了呢 就變成效果就沒有了 所以變成你不停去change 這些programming 是令到大家可以challenge你的system 因為你那段時間 你放了進去 如果你的system 不feel challenge 其實你的效果是不多的 你有沒有見過一個 真的TRX的trainer 不是這樣的樣子 其實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OK 你看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每個人的plank 都是做得很好 我們的posture 很注重我們的posture 每個人都是這樣的 所以變成呢 如果你也想這樣的 我建議大家 Join我們TRX的family 去做多些life fitness 即是functional training 那麼呢 就有什麼朋友 有comment 有questions 隨時問我 希望我們可以在TRX的session 見到大家 多謝大家的收看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點樣的dips TRX是great for everybody 所以我用了一段時間 of my life 去考考這七個course 他再有我都會做考的 不過暫時應該 去education都寫到這麼多了 那就變成了呢 就可以幫到大家 become more healthy OK Health is the biggest asset you got OK 所以呢 就look after your health Thank you各位收睇 and have a good night 下次再跟大家分享 多點有用的tips 拜拜